Hello,大家好,我是柳sir 我今天会示范做这本五级莫里搜索的Paper B 开始之前,麻烦你可以赞我这个视频和订阅我这个频道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我们先准备一下 1.1这个部分就说请你圈出正确的时间记号 我们看一下A这条 有些8分音符的答案被我选择,所以我试一下数一下有多少个8分音符 这里是一个,这里有两个 这里是第三个,这里是第四个 这个三连音加上是一个四分音符 即是有两个8分音符 1,2,3,4,5,6,7 有七个8分音符,所以我会选78这个答案 我们可以选8分音符 这里有两个,这里有第三个 这里有两个,这里有优子符一个 这里整个就是一个,两个,这里和这里加上都是一个 所以这里整个组有三个 看来是Combine Time 这里第二组有三个,第三组有三个 总共有九个8分音符 总共有九个8分音符 答案是98 Combine Time 这里的音符不是很小的time value 我们试试找四分音符 这里是一个,这里加上这个就是两个 这里是第三个 这里有二分音符 即是有六个四分音符 这里就要小心一点,一定不是68 但是六四和三二都是有六个四分音符 我应该选六四还是三二 就是和它的 grouping有关 如果是六四的time signature 它是Combine Time 所以它的 grouping应该是 我用另一张套 我这里解释一下 如果它是六四 应该是一小节有六个四分音符 但它的 grouping会是三个四分音符 它会组合成为一个大拍 所以它的 grouping应该是大概这样的 如果是三二 也是有六个四分音符 但其实每一个二分音符是一拍 所以它的 grouping应该是这样的四分音符 所以我们可以从它的 grouping应该分辨它究竟是六四和三二 那这里呢 我就看到它是这三个四分音符 和这三个四分音符 就很清楚地分开 所以答案就会是六四的 好像这个分法那样的 那如果三二的time signature 它这个小节应该是这样的 那这个负点四分音符 就应该是拆开了 拆开了之后呢 它就是 然后这一个F音呢 就会和这里拆开了的八分音符 在一起 然后这一粒四分音符就在这里 然后剩下最后的二分音符在这里 然后呢 因为这个拆开了 它应该会这样拆开 所以如果答案是三二呢 这个小节画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那因为它现在画出来是这样的 所以就会是 选六四 才是正确的答案 1.2 那这里呢 叫你将Combine Time複拍子 变成Simple Time蛋拍子 那首先六八呢 就要变成二四 所以第三个答案就不对了 这两个 这两个 那 那 如果你看到三粒八分音符 没有三字呢 你就加个三字 这个有二字呢 就不要二字 那就是 单拍子 所以这个呢 第二个答案呢 就和我画出来的一样 所以我选第二个答案 1.3 它说有两句句子呢 叫你加一个数字 在那里完成它 譬如A呢 它说 98的Time Signature 里面呢 有多少个Dotted Quattlet 的Beats 在一个小节里面 Quattlet呢 就是四分音符 Dotted呢 就加一点 就是98的小节里面 有九个百分音符 三个 三个 三组 那一个Dotted Quattlet呢 就等于三粒这些了 那所以呢 你就应该会找到 三个了 答案是三了 图B 它说Dotted Minim 是等于多少个Semi Quattlet Minim就是二分音符 Dotted Minim就是这个 那这里总共有多少个Semi Quattlet呢 Semi Quattlet就是 十六分音符 那我们就拆开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就等于三个四分音符的 每一个四分音符呢 又等于四个十六分音符 这个等于这个 那你识成数呢 就可以 三乘四就是十二了 总共十二粒 那你识成数呢 你都可以画出来 这个呢 这个呢 就等于这一块 这一块呢 就等于这一块 总共就十二粒了 所以答案是十二 一点四 一点四 他说呢 他说呢 选出一个正确的 group的 小节 那四四拍子呢 的grouping呢 就应该 每个四分音符呢 就一group 那第一第二个四分音符呢 都可以组合成为一个大group 的 就会是这样group的 中间呢 第二和第三拍子中间很少 就会编在一起 所以呢 第一个答案不对呢 就因为他 第二和第三拍子 这里编在一起 这个位置是不对的 那第二个答案呢 都不对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 这里是 第三和第四拍子 但是呢 第一个十六分音符呢 他就没有跟后面那些十六分音符 编在一起 所以这个位置就不对 要是下面这个画法才是对的 那你就会很清楚见到 每个四分音符 那也都可以把两个四分音符 group 成为一个二分音符 这样编在一起 所以第三个答案才对的 1.5 他说呢 那些 问你 那些优子符 做得对不对 那我们看那个 time signature 96 呢 就是一个幅拍子 来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三个十六分音符呢 就会组合成为一个大拍 所以总共三拍 那些优子符啊 或者那些grouping呢 都应该要是 有三group的了 或者它是 符点的百分音符 所以第一个小节呢 他就做得不对了 这个优子符呢 我们习惯上 就会将 第二拍和第三拍分开画的 所以要是我上面这个画法才对 他现在这个呢 就是错了 第二个小节呢 那都不对的 因为前面这个八分音符呢 就佔了两个十六分啦 应该 再加多一个十六分音符先 那就是第一个大拍啦 那最后这个负点八分音符呢 就是第三拍了 所以第二拍呢 就应该 包含这个十六分 然后一个八分音符 所以他 这个画法就不对了 应该好像我这个 就是这两个优子符呢 如果调转呢 就会是对的 那现在他这个是 不错的 第三个了 第三个是 是对的 因为这个长音呢 已经是 两个大拍了 剩下一个大拍就是这个了 第三个小节是对的 好 第二部分 就是和音高有关的问题 中音譜号 那这个是什么音呢 中音譜号最低的那条线是F 就是这个位置是F 那我们要数一下 F E D C 应该是C音 2.2 他说 哪个音 哪个音 才是 这一个音 是 安harmonic equipment 即是二乎同音 这个呢 就是F 而 第一个答案呢 这个是 G flat 第二个答案 是 E sharp 第三个答案 是 D double sharp F 要和E sharp 是 安harmonic equipment E sharp 才对 那 如果你不明白呢 我还是解释一下 可以在这个键盘上 就会看得清楚一点 F音呢 就在这里 E音呢 就在这里 E sharp 也是按这个钢琴键的 所以 F和E sharp 就是 Anharmonic equipment 这个是 TEC 好 2.3 移调的题目 首先看看他想你怎么移 多少个乐器名呢 那个调呢 就不用理他 我们直接找这个关键字 就是 移高还是移低 他说要低 然后距离呢 要是major second 好 接着呢 你就看看这首 歌呢 或者这首小节 本身是什么调 本身现在是E flat major 那我先写了E flat major 那我先写了E flat major E flat major 那我们将这个音的 这个调的主音 E flat 向下移了major second 先写了 2度呢 那就需要 英文字 向下数2个 E D 应该要是D字 然后major second 的距离呢 就应该是两个半音 或者一个全音 E flat 在E 向下一个全音 就应该是这个按键 那我要用D字 去形容这个按键 那就是D flat E flat 向下major second 就会是D flat 所以我新的 这个按键 就是5个按键 所以这个按键 是对的了 那后面的音 对不对呢 那我就 将D flat major 音阶 写在E flat major 下面 再加一些按键 用号 那这两条音阶 的用号 就是 你在上面 找到这些音 那你就 就应该下面 答案那里 就要找到下面 对应的这些音 那我们用一下 就会知道 是怎么样的了 例如 第一个音 就是F 来的 那你在 原本的谱 到F 去到下面 应该出现E flat 才对的 那下面这个是E flat 所以是对的 第二个音 这个是A f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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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音 就要变成G flat 那如果A flat 就 G 也要再Flat 哎 不是哦 写错音阶 差点错了 E flat major 是三个锅 那我遇到A flat 就应该转换 变成G flat 所以第三个答案 G natural 是不对的 差点做错了 好 第三个音 是C sharp 如果你遇到C 就要变成B flat 如果你遇到C sharp 就是高了C 那B flat 也要高半度 应该被B音 或者是B natural 这个B音 是受到Key signature 影响 是B flat 所以如果它有 还原符号 才会是对的 那现在是错的 最后一粒 这个是D 这个是D D音 就要变成C 那现在呢 它又变成C 最后这个音是对的 就是Tick Tick 交叉 交叉 Tick 2.4 那这种题目呢 就问你 比较这三个谱的音高 那我们呢 就会先问出每个谱的 Middle C在哪 低音谱的Middle C就在这里 Middle C你可以叫做C4 我们会叫C4 就是钢琴中间的C 所以第一个谱的C就是Middle C 第二个谱呢 就是高音谱的Middle C在下面 所以弹的这个音呢 就是Middle C的高八度 再高八度 那就是C6的音 就比起A的谱高了两个八度 C这个小节呢 中音谱的Middle C就在这里 所以现在这个C音呢 就是C5 那我们做下一个题目了 A呢 他问 A和C是同一个音谱 A和C不是同一个音谱 因为A是弹Middle C第一个音 而C呢 就是役Middle C上一个C音 就不是同一个音谱 所以就不对 B他说 B是比A高1个八度 那就不对 因为B呢 是比A高了2个八度 所以是不对 A和C呢 他说 C是比B低1个八度 C是比B低1个八度 是对的 因为这个是高1个八度 所以是对的 B低1个八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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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 第三部分 他问你呢 哪一个小节 正 确画出了B flat minor的key signature 他每个都是5个弹号 B flat minor就应该要有5个弹号 那5个弹号排列的次序应该要是B,E,A,D,G 我们看一下他画得对不对 应该只有一个对的 第一个高音谱号就不对 因为这个弹号已经错了 应该要是D flat 但他就放了一个C flat 所以就不对 中音谱号呢 就是都不对 因为这个他画了一个A flat 第二个降音谱号应该画是E flat 那又不对 低音谱号呢 这个是对的 E,E,A,D,G 第四个 为什么不适合呢 因为第一个降号已经画不适合了 B flat应该是这个位 他就画了一个G flat 所以又不适合了 正确答案就是低音谱 3.2 他说哪个正确画出了B major的key signature B major的5个声号 5个声号的排列应该是F,C,G,D,A 第一个次中音谱号呢 就应该是对的 我们先看其他 低音谱号呢 他虽然都是F,C,G,D,A 但习惯上呢 第五个A shop 一定要画在下面 所以他摆错位 第五个shop 所以就不适合了 高音谱号呢 第二个shop 第二个shop 不适合 第二个是C shop 但他放了B shop 这个又不适合 中音谱号呢 中音谱号呢 第一个F shop 要画在上面 这里才对的 要FC 然后G shop 又要画在上面 这里 虽然他的音谱是放适合的 音谱是对的 但是位置放错了 所以不适合 所以3.2的TennaCraft才是正确的答案 3.3了 他问你呢 下面这个 旋律是 叫你圈出正确的答案 做这条问题 我就会写 F,C,G,D,A,E,B 然后看看那首歌 有什么音 升了降了 我就在这里做记号 这里有F shop 又有C shop 所以就是两个星号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不是C 这个是D 这个是D F shop和D Simo shop 好,有两个星号升了F和D 那就是一个minor的 应该要是minor的答案 如果你见到那些星号 整齐地排列在左边 或者降号整齐地排列在右边 就会是major key 如果你看到有些聆丁的声号 不是排列得很整齐 就是一个提示 告诉你它是minor 那个聆丁的声号 通常都会是minor音阶 第六音和第七音 因为 你如果懂得写minor音阶 去到 menodic minor又会升第六 第七音 harmonic minor又会升第七音 所以这个升了的音 就是一个提示 告诉你 它是minor key的七号音 d是七号音 主音应该是e 所以答案是em 你可以再检查一次 em的relative major 其实就是g major 所以em和g major 一样都会升F 所以它有升F 而d为什么会升呢 就是因为它是em的七号音 em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第七号音 然后第七号音 又可能因为harmonic minor的原因 升了 那就混合我们现在混出来的答案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em B 这个有double chop double chop 也是一个提示 告诉我 它会是minor key 所以我查走两个 肯定不适合的答案 一定不是major 那究竟是c chop minor 还是g chop minor呢 我来写这个 f c g d a e b 现在f我找到double chop 然后又有d chop e也有sharp g有sharp c有sharp 排得整齐的就是前面这四个sharp 看来是一个四个sharp的调 然后又升了e 然后再升了f 那会升E f 看来就是ef 因为是minor的第六七音 e旁边就是f 那又升E又升F e会是第七个音 第六个音升了 f是第七个音 那那个主音 就会是f之后的音 就是g 看来是g short minor 那如果你搜了两个major之后 你真的不肯定哪个minor呢 那你可以把两个minor音阶 写出来 然后再对照这个 那你就会很肯定哪个不适合 例如c short minor 我自己试一下写一个出来 那这个是c short minor 那这个音阶会是怎样的呢 c short minor的relative major 是e major e major应该升F c g d b ab就是六号七号音有时 可能升可能不升 但是那个三音 e是一定不会升的 minor 这个三音不会突然升 通常就影响六七音会有些变化 三音不会升的 所以升了e 看到e short 就不会是c short minor 那如果g short minor呢 就会是 d e f g g short minor的relative major 是b major 就会五个声号 f c g d a b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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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因为E是6号音 如果那个是melodic minor,就会升到E 然后7号音Fsharp 也会变成Fsharp 那就吻合我们现在 找出来的这些声号 所以有时minor会比较难 不过你查走了两个 一定不适的答案之后 你剩下两个minor 到你真的都不太肯定 你就把音阶写出来 然后看看哪个音阶的音 可以在你的旋律里找到 所以现在答案就是G.min Cupo C 我又写F,C,D,D,A,E,D 那我找到Gsharp,Fsharp,Csharp 有一个Esharp 又不是很整齐 看来又是minor key 先查了两个minor 这个额外走出来 排得不整齐的 就会是minor的7号音才会这样 或者6号音还是7号音 如果7号音是E 主音是F 所以Fsharp 我就会猜到Fsharp 是答案 Fsharp minor的relative major 都是A major A major本身有三个声号 就是F,C,G Fsharp 一样 万一你都真的不太肯定 你就自己写两个音阶 出来 我之前 Google B 写过Csharp minor 我们都说过 Csharp minor的三音E 不会特意创造 所以Esharp 就不应该在Csharp 出现的 至于Fsharp minor 就是Fsharp 就会升F,C,G 然后第七个音E 是有可能不升的 因为有可能是Harmonic minor的原因 所以就 吻合我们找出来的 这些音 是这个船率出现的音 所以答案就是Fsharp minor 3.4 它说叫你完成这个 音阶是Dharmonic minor 那我们自己写一条Dharmonic minor D minor的relative major 是Fmajor Fmajor就要降Bb 那harmonic minor 就要把七号音升上去 即是C 所以X应该是Bb Y的位置 就应该是Csharp 完成 3.5 3.5 这题呢 我就觉得最麻烦 但都可以 都是要做了 我要拿草稿子 我刚才也有一张草稿子 那我的做法呢 就是 逐个 放入 然后 看看 出来的会是什么音 然后 看看那条音阶 是不是一条minor scale 那我们逐个试一下吧 首先 如果我放高音谱号 到A 这里 那这里 出现出来的是什么音呢 就会是D E 我自己在这里 就写一条 对的minor 然后我对照一下 看看对不对 那其实 看头五的音先呢 就都 大部分都可以找到 对不对 那如果我自己写一条D minor D minor D minor的 relative major 是F major F major 是B flat 那我们看看头五个音 对不对 那 不对 我用紫色 圈出来 不对 第二个音应该是E 但他弄了一个E short 那看高音谱号就不对 如果我放低音谱号 如果我放低音谱号的话 这个就是F 这个就是F 这个有个Sharp 那头尾这个是F 那会不会是F minor 那如果我自己写一条F minor 我们先看看 F minor的 relative major 就是A flat major A flat major 就是B E A D B E A D B E A D 我们看看头五个音 对不对 那头五个音 实在都太不对了 完全和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低音谱号就不对了 中音谱号 这个是Auto C clef 如果我放中音谱号下去 第一个音就是E E F sharp G A B C D E 然后我自己又写一条E minor E minor的 relative major 是C sharp G major E minor的 relative major 是G major G major是F的 好像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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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现在写出来的东西不同 好 我们再看上次中音谱号 对不对 就是Ten C clef 如果放Ten C clef 如果放Ten C clef 第一个音就是C C minor C minor C minor就不会有D short 所以我已经知道它不正确 我已经完成给大家看看 找了出來的音是這樣 然後我自己寫一條Cm 我只寫頭五個音 Cm的Velatim Major是Eb Major 三個音 B,E,A 所以頭五個音 就已經不對了 所以中音譜會是對的 它是一個Natural Minor 或者是Melodic Minor的Descending 所以答案是中音譜號 Crube Crube 如果我放高音譜號 這個是C C E F G A B C 它現在降了這個 C音開始的Miner 我自己寫一條Cm Cm的Velatim Major是Eb Major 降 B,E,A 很像樣 頭五個音已經對 是第七個音不一樣 看來是因為Harmonic Minor的原因 就會將Bb升至半個音 變成B natural 看來高音譜號是對的 是一個CHarmonic Minor的測量 我們也看看其他為什麼不對 如果放低音譜號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會是E音 E,F,Gb,A,D,Cb,D,D 如果我自己寫一條Em Em的Velatim Major Em的Velatim Major 是G Major 也一樣是要升一個音 升F-Sharp 在前面的音裡面 看看是否正確 就不對 它沒有F-Sharp 然後又弄了Gb 低音譜號就不對 好 如果放中音譜號 這個呢 就會是D音來的 D,E,Fb,G,A,B,Cb,D 咦,不是 弄錯了 弄錯了 對,那個Fb是第三個 這個Fb是B 我看到它也不對 E和Fb是 Aharmonic Equipment D,E,Fb E,Fb都同一個音 E負同音 那就不會是Minor Scale 或者我自己也寫一條D minor 如果我自己寫一條D minor D minor的Velatim Major 是F Major 那就降Bb 頭五的音 就不會升降 D,E,Fb,G,A 所以就是 中音譜號 最後 Tenor C clef 次中音譜號 如果放進去 會是什麼呢 這個是B B,C,D,Fb,G B,C,D,Fb,G B,C,D,Fb,E,F,G,Fb,A,B B minor B minor是否是這樣的呢 我自己寫一條 B minor的Velatim Major 是D Major B Major 是F,C 頭五個音 對不對 就不對 完全不一樣 所以高音譜號是對的 C,B,B 最後 最後一條 這個 很多Sharp 好像很複雜 C,C 如果放高音譜號 終於是上行 上行 如果放高音譜號 就會是 A,B,C,D,E F,G,E A short minor 其實沒有這些 我們沒有A short minor 你想自己寫一條出來都寫不到 A short minor 那那個 relative major 是C short major 我們也沒有C short major 我們當它不適合 看看其他會不會正確一點 如果我放低音譜號 然後呢 C short C,D,E,F,G,A,B,C Sharp了C,Sharp了D 然後其他都Sharp了 好多Sharp 那我自己寫一條C short minor 一邊寫的時候 我就想定C short minor的 relative major 是E major E major 就升F,C,G,D F,C,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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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不像頭五個音一樣 頭五個音一樣 頭五個音一樣 然後第六、第七個音 是可以不一樣的 但它不一樣得來 正不正確呢 第六音和七音都升了 會是這樣的 如果是metodic minor 也有可能升第六、第七音 看來低音譜號是正確的 我們試中音譜號 Auto,C,C,C 這個就是B,Sharp 我們就沒有B,Sharp minor 所以是Tenna E,F,G,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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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升了 我覺得沒有B,Sharp minor 所以也不對 如果是Tenna C,C,G,A,B,C,D,E,F,G 都升了 G,A,B,C,D,E,F,G G short minor的 Relative major 是B major 升F,C,G,D,A 也很像 頭五個音就正確了 要看六、七音 如果兩個比較之後 你會發現 升了六音 這個第六音 但七音 就跟我寫出來的一樣 就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如果升了六音 就一定會升了七音 不會只升六音不升七音 或者可以只升七音不升六音 所以現在這個是 是不對的 如果這個F 是Double Sharp 這樣才會有機會 對 都沒有滑者 所以就是剛才我們找出來的 低音好 才會正確答案 我終於做完這條 好 3.6 他說 這個 是否正確的 Chromatic Scale 便會拿到C Sharp 如果你不熟 這個Tenna C Clave 你就可以把音名寫出來 再慢慢看它 這個就是 C D D E E F F G A A B B C 再填一些Sharp D D E F F G A A B C C Shot 好 那它有沒有做不對呢 就是 有沒有三個 同一個英文字母出現 超過三次呢 有沒有 然後有沒有 漏了一個英文字母 沒有出現呢 也沒有 然後我們就要做第三步 就是看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一個半音階 有沒有經過 鍵盤上面的所有音 我們先畫一個鍵盤 畫大一點對自己有好處 就不會太容易看錯東西 好 逐個看一下 我們由高音開始 C-Sharp就是這個 C-Sharp B-Sharp B-Natal A-Sharp A-Sharp G-Sharp F-Double-Sharp F-Sharp E-Sharp D-Sharp D-Sharp D-Natal C-Sharp E-Sharp E-Sharp D-Natal E-Sharp 是一個半音階 好 第二條 B 這次是 E 那我們 還是把音名寫出來 E-F-Sharp G-Sharp 咦,我看到不是錯的位置 我看到這裡已經不是半音階了 E音就在這裡 然後呢 咦,不是啊,好像很適合 好,那我寫重新來了 先寫掉它 F-G,G-A,A-B,B-C,D,D-E 那我们弹一下,E,E-Shop,F-G,G-A,A-Shop,B,B-Shop,C-Shop,D,D-Shop,E 是对的,是半音阶,而且它每个英文字母都有出现 它们又没有连续出现过超过两次,没有出现到三次,所以都是对的 3.7,那它问一下这句句子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是C音,这个音是不是E flat major的submedium呢 submedium就是那个音阶的六号音,那我写E flat major音阶 因为E flat major就降到三个音,降到B,E,A 那它六号音就是C,所以答案是对的 B,B flat major的medium是不是这个音呢 这个是B flat medium就是三号音,那应该是不对的 因为三号音应该要是F字的嘛 那它就直接出现一个B字,那就是看你不对的 D flat major就降到五个音,降到B,E,A,D,G 三号音应该出现F的,所以不哭 最后这个,这个是E音来的 D minor的sublatonic D minor的二号音sublatonic是不是E呢 D minor的编程是F major D minor的编程是F major F major就降到B 这个就是D minor了 现在它的二号音就是E,所以答案是对的 D minor的大部分 我 adopted new D minor的编程是E D minorsea 上面是C-Sharp 就是3度 A,B,C,3度 就不是Combin3度 找到一個錯的答案 然後會寫音階 下面那個音開始的一條major skill 就是Amajor skill Amajor就會升三個音 F,C,G A,C-Sharp 下面這個音是G 上面這個音這麼高 好像是A,C,D,E,F,G A,F,G 即是多少度呢? 就是9度 G,然後到A 是2度 然後又高多一個8度 所以是Combin2度 或者9度 所以10度這個是不對 插了一個不對的答案 G,A,F是前面那個 應該是什麼字呢? 我寫Gmajor G,A,B,C,D,D,F Gmajor一個聲號 G,A就是大調音加有的音程 我便叫做major second G,A是major second G,A,Flat 就比major second 是窄一點的 所以就叫做minor second 所以就是minor live Combin2度 Major second 就不對 C,C,C 下面這個C音 上面這個是G G,Sharp 隔得那麼遠 也是Combin2度 C,D,E,F,G 5度 應該是Combin5度 所以這個5度 5度是不對 5加7度 12度 所以可以叫做12度 就不會是13度 就不會是13度 又5度 咦?然後呢 12度 好,我們繼續做 Cmajor 沒有聲過好 所以C去到G 就是大調音加有的音程 所以就叫做perfect 5度 那問題給你的C去到G shot 是會闊一點的 闊一點的perfect 寬了一個半度的perfect 我們就叫做augmented 所以就應該是Combin5 那我剛才其實看到12度 它出現Major 我也知道它不對 答案是第三個 4.2 下面這個是G shot 下面這個是G shot 上面這個是C shot 好像很複雜 多少度呢? G,A,B,C 4度 4度如果正常應該是perfect的 如果是寫音階 由G開始的音階 由G開始的音階 我寫到這個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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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個 G major 也是寫完 G major 一個聲號聲F 所以G去到C 就是perfect 4 那現在題目 那個不是G去到C 就是G shot C shot 就是G 就是升半度 然後C又升半度 所以距離其實沒有變過 都是perfect fourth的距離 所以答案是perfect B 下面這個是B音 上面這個是D音 是BCD 3度 B major 3度 3度應該是D shot B D shot 就是major的3度 那現在題目的問題是B 去到D 就比起B去到D shot 是窄一點的 因為D shot 你要變回D 就是窄一點 窄一點的major 就叫做minor 所以答案是minor 3度 C 下面這個是A 上面這個是G shot 這次我不寫完整條音階 其實我平時做到不會 整條音階寫出來 那我會怎樣呢 我會想A major 我寫到這個G音的時候 他有沒有升降好呢 A到G 是A B C D E F G 7度 A major寫到第七個音 G音有沒有升降好呢 A major就升三個音 F C G G要升 升了就會是major 7 升了才是大吊音階的距離 就是major 7度 所以答案是major 4.3 例如A 他要一個完美四度 我畫了四度應該出現的音 應該是這個 下面這個是E flat 上面這個是A 但我還沒加升降號 不止甚至加 我們想一下E flat major 寫到第四個音A的時候 有沒有升降好的呢 E flat major就是降三個音 降 B E A 要降A 降了才是大吊音階 E flat去到A flat就是perfect 所以我這個要加一個A flat B 下面這個是B flat 我畫了7度音 B C D E F G A 應該要有一個A音 但我還沒知道要不要加升降號 那我想一下B flat major 我寫到第七個音 我寫到第七個音 的時候 A音有沒有升降好的呢 B flat major就是降兩個音 B E A就是natural 所以B flat去到A這個音程 就是major 7度 現在題目要augmented 7度 所以要闊一點 那我就要加Sharp給A 那答案就是A sharp Cupo C 下面這個音是F 題目要compound的6度 6度應該要是FG FG A B C D 應該要是D音 而且要高8度 D音在這裡 再高8度 D音在這裡 那就是compound6度 然後想一下要不要加升降號 F major我寫到6號音 沒有聲降好的呢 F major一個降號是B flat的 所以是用natural D音 F去到D 就是major 6度 已經是題目要求我畫那個音 所以就不用加升降號 答案就是B natural 最後一題 10度 10度 下面這個音是F 10度 10度 減7就是3 就是3 就是一個3度 3度音應該是A 所以F G A B A就是3度 再多一個8度的A 就畫到這裡 最高的條線 然後想一下要不要加升降號 F major的A音 有沒有聲降好的呢 F major是一個降號 降B flat的 所以A就不降 F A這個音程 就叫做major 3度 現在題目要minor 3度 所以我要弄窄一點 窄一個半度 所以A我就加一個flat 令到那個距離窄一點 就是minor 3度 所以答案就是A flat 做完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它說要配和2 5.1要配和2 那我就寫了那個音階 這首歌是G major 它沒有臨時升降號 所以就不會是minor G major 接著可以畫那個 穩和弦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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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5 現在不用分A B C 因為 配和弦 它不用分 那個 那個轉位 所以1號和弦會有G B D 2號和弦有A C E 4號和弦是C E G 5號和弦是D F 好 那我先看了一個樂句的最後和弦 在可行 因為最后的和弦 和弦是1 或者5 去或 continued 4 og 現在架有D音有F 是1 為2 和弦5正 和弦5 最后这个是5,根据Cadence,前面这个可以是任何一个和弦 这里有什么音,这里有DGB DGB就在1和弦里出现了,我就配一个1和弦 这个就是一个Imperfect Cadence 下面这一句,又是看了最后一个和弦 会用1还是5呢?这里有什么音呢? 有G,有B,有D,GB,D我们就用1和弦 如果最后一个和弦是1,前一个和弦就只可以是4或者5 这个有什么音呢?有DFA 我写错字,DFA DF-A DF-A5和弦就中了 我给它5和弦 好,这个就没有Cadence影响了 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和弦 如果你觉得它中得多些音的话 这里有什么音呢?有A,B,C,D 有A,C,E可以用2和弦就中了这三个音 中这一粒 这粒是和弦外的音,不中和弦 我为什么可以接受它呢? 因为它被两个和弦音夹住 A,B,C,一个音阶夹住 所以它是一个Passing Notes的非和弦音 就可以接受,所以可以选2和弦音 所以这一条的答案就是这样 1,5和2,5,1 5.2 那它问这个是什么Cadence 问Cadence你都要找到和弦出来的 所以我就写音阶 F,G,A,B,C,D,E,F 有BF的,F什么样 那我画和弦表 1和弦是F,A,C 2和弦是G,B,D,D 4和弦是B,D,F 5和弦是C,E,G 好,这一串和弦是什么来的呢? 看看有什么音在出现 有F,A,F,C F,A,C F,A,C F,A,C是1和弦 后面这里就是C,G,E,C C,E,G C,E,G C,E,G是5和弦 1,5就是Imperfect Cadence D Major D Major D Major 画五和弦的表 1和弦有D,F,A 2和弦有E,G,B 4和弦是G,B,D 4和弦是G,B,D 5和弦是A,C,E 好了,回到题目 这一串和弦是A,C,A,E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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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5和弦 最后就是D,D,A,F D,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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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和弦 5和弦的Cadence 就叫做Perfect 答案就是这样 5.2 5.3 又是和弦 那 题目告诉我它是D Major 我这里已经有D Major 和表 我再用这个 再加这个A,B,C A这串和弦有什么音呢 有F sharp A,D,A d、A,A 就是1和弦的音 最低的音是F sharp 所以就是1 1 1 世界B 就是这个答案 1 B 这串和弦有什么音呢 有G 有B G、B、D在去找到呢 就会在4个和弦辑 所以是4號和言 哪個音放最低就是G G放最低就是世界A 4A和言 答案是這個 C這寸有EGB EGB就在2號和言找到 2號和言找到 E音放最低 所以用世界A Root Position 2A 5.3的答案就是這樣 5.3 接著就是6 這些 背課 我通常都不背 不過剛好這三個我都會 很厲害 Lang Sam 我叫它花名叫Lang Sam 它是德文來的 它是慢的意思 Soto Voce 是喉嚨底的聲音 很低音的意思 低沉的聲音 低沉的聲音 In and Undertone 這個呢 平時叫Dolce好像不是這樣串 如果是Dolce就是Sweet 但它的串法好像不像 我也不太肯定 你自己看回答案那邊 你自己看回答案那邊 這個Terms 我就不講解了 6.2 這個裝飾音 會是一個點的裝飾音呢 它就在高音 下來G C音下來B B下去A A又回到B 就像是一個Terms 即是它原本的樣子 可能是畫在B音 那裡 畫在B音 或者B音 然後有一個Terms 就會這樣彈 或者可能是一拍的B音 總之是一個Terms 對 總之是一個Terms B這個呢 它重複 兩個隔離的音 很多次 那就是Terms Terms 就是這個 6.3文字體 A 它說 小提琴 Bowlin 有時候都會用Auto clef 那不會的 小提琴只是看高音訊號 中提琴才是Auto clef Violla才是Auto clef B Bass voice 就是藍低音 它說藍低音的音域是低於Barytone Barytone是藍中音 藍低音是唱的音域是低於藍中音 這個句子 C Maremba就是木琴 很大座的木琴 它是可以鋪到 sound of different pitch 即是固定音高 它可以彈到不同的音 彈到不同的音 彈到二法蘇的 就是 Cham的Maremba可以彈到固定音高 D Obo 雙黃管是否用single read 不是 它叫雙黃管 所以你懂中文 一看就知道 它叫雙黃管是兩塊黃片 所以是不對的 Carring net是否transposing instrument 當然是 Carring net雙黃管 通常是B flat 有時會有A 它是移調樂器 好,最後一個部分 嘩,都一個小時了 好,做完它 7就是長題目,我放大一點的鏡頭 應該最後出來也是會看得清楚的 7.1,它說 第八個小節鋼琴的右手 即是這個小節 跟音高有關,所以我們先找一些中間C 第八小節是高音譜號的 中間C就在這裡 而A這一段,中間C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旋律是低於中間C B呢,中間C就在這裡 所以B也是低於中間C C的旋律是低於中間C的 旋律是低於中間C的八度 最低於中間C的 而題目的第八小節是高於中間C的 所以這個旋律是低於中間C的 所以我們先看看這裡 因為它說選出一個正確答案 只有A和C正確地寫下兩把 八度 這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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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7點2 又是文字體 是文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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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唱歌 所以這個是對的 因為我看到C的字 C的字體 B說 有三個 這個音程中 是文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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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一個 兩個 三個 沒有了,是三個 第一、第二小節,鋼琴的左手 有三個音,是E Major的Tonic Triad Tonic Triad就是一和弦 E Major的一和弦 E Major的一和弦有什麼音 E Major就是E F G A D C D E E Major升四個音 一和弦有E G 在第一、第二小節的鋼琴左手 是否有所有E MajorTonic Triad的音 我走過去看看 鋼琴左手,第一、第二小節 對,全部都是E G B 一直都沒有變過 所以答案是通過的 這題主要是看你懂不懂 什麼叫Tonic Triad 所以你也要認得這個字 Tonic,Tonic就是一,主音 Triad是三和弦,所以一號的一和弦 一級和弦 Tonic Triad 這首歌曲最低的音 是否D小呢 簡單,我找到最低的音 低音譜號那邊 最低音譜號 咦,這裡比較小心 它轉了高音譜號 所以這部分都不是 現在又轉到低音譜號 低音譜號最低的音譜號 再看一次,上面有沒有試過低的音譜 沒有啦,最低的音譜 這是什麼音譜呢 這是B來的 最低音譜應該是B B來的 那它 它 它想 騙你啦 因為如果你沒有留意這個高音譜號 第二行轉高音譜號呢 如果你以為它是低音譜號 那你就以為這個是D音 然後你又以為它有D小呢 那你就會錯了 所以你就是留意一下有沒有轉過譜號 做這種題目的時候 所以最低的音譜就不是D小 是D音來的 C minor 是不是有跟E major 一個key signature的呢 就不對的 C minor的relative major 應該是E flat major 它跟E flat major 才是同一個key signature 所以答案是false 7.3 它說呢 這裏哪一種樂器呢 可以好好地演奏到 鋼琴的 右手聲部 頭四小節 鋼琴聲部 右手 頭四小節 就是這一吋 那現在是高音譜號 那哪個適合呢 那哪個適合呢 OPPO是ok的 Bassoon是看開低音譜號的 它們主要是擅長演奏低音 Double bass也是擅長演奏低音 低音大提及 Tuber是大號 也擅長演奏低音 所以OPPO是正確答案 7.4 E major 的submedium 在鋼琴的右手 出現多少次 E major F C G D 的submedium submedium是6號音 C-chop 在鋼琴的右手 出現多少次 那就去數吧 鋼琴的右手 C-chop 好 一次 兩次 三次 小心點數 四次 四次 五次 六 七 七個 再看一次吧 你可以追蹤著C-chop的線 一直追蹤著 一個 兩個 三個 其他C-chop的位置 第一行有三個 第二行呢 就是兩個 其他高度的C-chop 你看一下 這行有兩個 第三行呢 一個 還有 這裏兩個 所以總共有七個 好 最後一題了 7.5 又是加個數字給他 完成這個句子 他說 The first note of bar 4 第四小節的第一個音 為什麼他不說左手或右手呢 我怎麼知道他會說左手還是右手呢 對 他應該說左手或右手的 不要理他了 Dimese Micuva呢 是三撇那種 三十二分音符 好 他應該說這個 問你這個 才有難度 他問你這個 沒什麼意思 題目呢 應該要告訴你 他想說左手還是右手 好 所以這粒 八分音符有兩粒負點 是值幾多個 三撇的音符 那這個音符呢 其實就是 本身的八分音符 加八分音符的一半 第二個點呢 就是再加這個音符的一半 這個就有這麼多東西 那我們再把它拆細一點 這一粒呢 就有四個這些 這一粒有兩個這些 這裡當然是一個 四加二加一 就是七個 答案是七 B 他說呢 有一種指示 演奏指示 就叫你演奏的音 是Semi Staccato 應該是這種 Staccato的有點 換Staccato 就是斷一點 又不斷一點 可能會有這樣的東西 這個好像哈哈笑 有沒有搞笑 有沒有這種哈哈笑呢 找一下吧 有啊 我看到了 在這個 第八小節這裡 有些Staccato 又有一個 Taccato 又有Staccato 又有Staccato 就叫Semi Staccato 又是一個哈哈笑 可以調轉 第幾小節 第八小節 好了 那就做完了 記得給我一個Like 拜拜